也行三三明星相 在冯光山印度沙迷学院的优美歌声中 为冯光山丛林学院 2023学年度联合毕业典礼 揭开序幕 当天也同样为 2024学年度开学典礼 冯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及众多嘉宾出席典礼 以及每毕业生及新生 都能在修持路上 更加精进 大师特别重视生且教育 大师知道佛教要有人才 有人才佛教才有希望 所以今天也恭喜各位毕业生 你们圆满了阶段性的学习 那么也期许各位毕业生 都能够做佛教的人才 佛光山开山主持新闻大师致力推动生且教育 不仅创办佛光山丛林学院 更在海年外推动佛法新学 在人间佛教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 如今举办2023年度毕业典礼 市长们除了送上祝福 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免利及赞许 我在这里从自己安排毕业典礼到今天 坐在这里看毕业典礼 60年了 然后一届一届的学生 就像你们今天的毕业生 在这里临毕业证书 然后从这里就走向世界 无杂着 因此你们从现在开始准备好 不管派到全世界哪里去 要做一个常经经菩萨 为佛光山生且教育 永远传灯下去 虽然我跟丛林学院的师生互动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来南华大学一年半的时间 经常在各个道场 社会上各个角落 遇到各位的师兄 我因为接触到你们的这些的杰出的校友 学长 所以我这边非常的赞叹 那赞叹之余呢 我也了解 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 都是我们南华大学 所应该要来学习精进的 那今天 大家即将从佛光山丛林学院 还有世界各地的学院毕业了 大师也常鼓励一佛出世 千佛互持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欢喜的一天 大师也提醒我们 心中一定要有佛法 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 而慈悲 欢喜 波瑞 忍耐 等等 都是用之不竭的佛法 那这些都可以帮忙我们 在面对人生未来的挑战 紧接着一众市长 也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 颁发毕业和结证书 请免他们都能当个政治正见的佛光人 也因为音乐与智慧皆得来不易 让他们更加珍惜在从文学位的时光 对于毕业来自海外的毕业生 他们有话要说 刚来台湾时 语言不通 文化的差异 我曾质疑自己 为何选择这条道路 敬回首 感谢这份学习的姻缘 师父说 梦想 打开理想之门 理想 开避成功之路 愿做一个菩萨 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但实践菩萨道 才是开启弘法之路 感谢您 开创了丛林学院 给我们这么好的 跟我们殊胜的环境 去学习 去学佛 乃至出家 服务大众 我虽然不曾倾经过您的设身 但我坚信 只要学习您的人间佛教教法 并且实践于日常生活中 我相信 您一定在每个角落 忽悠着我们 看着我们学习 陪伴在我们身边 神父兄 救助佛 佛陀 你而我 学习 找完佛光山未来50年 为了持续皇上 人间佛教 也透过传灯仪式 希望将佛光山的善美与精神 以点亮明灯的方式 传递给年轻毕业生 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对佛门头众而言 则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 在修持的路上 即使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只要与众人凝聚在一起 演的成就 不一样的未来 人生希望 王上一庄主任高雄 赛本报道 结束之后 对佛门头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